本视频由Tobier原创制作 人们在买车时会综合考虑汽车性能以及价格 筛选汽车性能就从配置、底盘、油耗、发动区这几个方面 一款省油的汽车肯定会让很多人青睐 但是如何判断一款汽车省油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 一、车重量 整车的质量可以直接影响油耗大小 所以日汽车为了降低油耗 就会进行车身的减重 所以日汽车外壳普遍较薄 现在部分中高档的车型实用的是铝合金材质 打造的车架 铝合金不仅轻而且硬度也更强 一个理论的数据是 如果车身重量降低100千克 那么油耗可以降低0.3到0.6升左右 二、发动机 油耗最主要的还是看发动机的排量 而同级别的发动机之间 哪一款省油 就得看发动机的技术水平了 丰田系列2.5升自吸发动机 就达到了目前 汽油发动机最高的热效率水平 还是搭配混动系统才达到了41%的比值 三、工信部油耗 工信部油耗是消费者获取油耗最直接的信息来源 但是这个油耗是在台价测试系统上面计算出来的 所以汽车在测试过程中一直都是接近理想状态 当然油耗也就比较低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 油耗往往要高2升左右 所以判断实际油耗就可以在工信部油耗基础上增加2升左右 四、油箱 这是一个比较钻牛角的方法 也是比较实用的 如果油箱容量为40升以下 那么就比较省油 如果超过60升 那么就为汽车在设计的时候 一箱满油要跑500公里左右 所以油耗大的车型就必须将油耗容量增加 所以判断一辆车油耗高不高 不仅只看赛斯店给出的性能参考 还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综合判断